北京的疫情捲土重来 11号以后累计新增的确诊 个案已经来到了183例 18号新增25例 不过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表示 北京的疫情基本上已经控制住了 但是不代表说明后天确诊数就会立刻归零 而是新增的病例会逐步的趋缓 而疾控中心也发布了最新的研究结果 指出北京的病毒其实是来自于欧洲 比欧洲现在流行的病毒株还要老 但是这些老病毒是如何传入中国的 有待进一步研究 北京爆发第二波疫情 群聚源头新发地市场附近展开大数据排查 凡是去过或经过市场的人 都可能经由车牌手机被锁定 强制隔离 短短几天之内北京病例破百 中国疾控中心却认为疫情高峰已过 新增病例数会越来越少 疾控中心也发布北京病毒基因序列 指出病毒来自欧洲 而且比欧洲现在流行的病毒还要老 但是如何传人还要确认 新发地发生这样一期疫情的话呢 就很蹊跷 一定是北京以外的 专家表示如果病毒源头是人 可能是五六月到过疫区的市场工作人员 或是从疫区来的消费者传染给工作人员 如果病毒源头是物品 最可能的就是冷冻食品 那么温度低比较适合病毒存活 目前辽宁四川等五个省份 都出现跟北京有关的病例 防疫成为当务之急 专家说能生吃水果 但是别生吃蔬菜 也不要在水龙头底下直接冲洗生肉 以防喷溅污染 肉品处理完毕 至少要用肥皂洗手20秒钟 才能阻挡病毒入侵 王宇威编译